当晚四点多天色已经变黑 大型叛照设备照亮坠机现场 河面上搭起扶桥平台 救难人员靠近抢救 努力设法让吊车能顺利作业 大批的包括是有工兵群 还有陆军还有空军的相关部队 来到现场来进行待命 而工兵群来到现场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们要在现场搭盖起变桥 以便让这大型的吊车能够来靠近 坠机的机身栽进河底淤泥中 救援进度缓慢 原本救难人员要出动400吨重的吊车 吊起机身 但由于机身太重 最后决定出动700吨重的大型吊车 但吊车救援却困难重重 光是第一关水门就得设法突破 由于坠机现场在河堤旁 空间狭小水门也很小 救难人员出动大型怪兽 紧急打掉水门 但也因此花费不少时间 好不容易吊车终于进路 军方也出动大型机具协助救援 但如何吊起机身也是一大难度 现场人员全力抢救 不放弃任何希望 要把握黄金救援时间 稷尔台北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